蔡校長 你想想像我在科學中學的時候 都讓蔡校長知道 那時候他的專業真的都讓我們很折服 所以我今天是用很恭敬的心 感謝我們高師大蔡校長 願意在這樣的一個風雨的假日 播放到福建國小蘭 那各位家長 我覺得你非常有福氣 因為蔡校長在我們教育界耕耘非常的久 那他其實對 尤其我現在 各位廣闊媽媽說 現在教育脈動 變化很大 實在說我們也覺得 小孩子不知道要怎麼搞 現在我都很高興 我知道 我的小孩大家都 每一十歲就就業了 那後來我自己做了 本來現在讓我搞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搞 我要怎麼樣把孩子帶到 讓他加滿 會具有我們所謂的 國際觀以後的競爭力 不過我在想 教養的問題 永遠有一些基本原則 跟基本觀念 那今天大家有福氣 在這個機會 也是因為我們 李主任 是我們蔡校長 博士班的高材生 才有機會邀請她來 所以先給我們蔡校長一個掌聲 你謝謝她 今天願意多扣一流 最起碼我們蔡校長 你看她今天的題目 就是要教你怎麼樣 跟新興人類共學及輔導 我想你今天聽了她的演說之後 最起碼對於教養孩子 把孩子怎麼樣帶到 能夠跟未來的世界 接軌 讓她有競爭力 我想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跟概念 我們蔡校長一定會很傳神 也很精細的 來跟各位家長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 借各位的雙手 給我們蔡校長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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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在場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大家早 大家早安 早 其實我也很高興 來到河濱國小 跟各位分享一件經驗 其實也不分享一件 台灣的教育到底是好還是壞 我們要自己了解一下 其實全世界也很重要 現在環境在大轉變的時候 教育就變成一個 成就這個社會的一個穩定力量 和發展力量 台灣 台灣 世界有十個花明獎 我們台灣的孩子 有得到八個世界 八大花明獎 都得到完美 我們得到金牌 用一百塊金牌 全世界都參加 我們差不多有十五十幾個 我們台灣的教育 看臺灣的問題 全世界都一樣 社會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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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們的失業率現在 還是你去歐洲 歐洲 你看那 愛爾蘭 都會讓那些失業率 差不多二十幾個 其實台灣 是一個 很好生活的作者 我去世界各國 最後我也是說 因為台灣是 最好生活的 這是我的感覺 我想在座 各位教授 你們也很幸福 但是我們台灣 也是還在 很幸福 有一些埋怨的聲音 對社會 在政策 在教育 其實我們 講到我們的教育 是半了 剛才我講一下 在山裡 六個學生 在山裡 有十幾個老師 十幾個老師 在那裡在顧六個學生 我再跟你講一下 以前有一個 學生 有一個小角 所有科目 都不及格 我們說 不及格 我們體育 不及格 當然 你說 他以前 沒有照比別人 會比較好 都不及格 沒有人要挨 因為沒有一顆 都不及格 都不及格 沒有人沒有一顆 都不及格 要怎樣 最多辦法 他也是不及格 要拿好 拿好 那就是要去找一個 處理好 找一個處理好 要老師給他測試 沒有一個藝藥 還是要怎麼找 但是那兩個校長 不及格 像你們校長 他的肯定比較不及格 他因為這個孩子 應該是做得不錯 如果有社長的 立場 和教育的時候 一定會出人國畢 不放棄 大家都沒有 但是這兩個校長 堅持不放棄 要去拜託 那間處理給他校長 說 沒有給他半年 那處理給他校長 也是 老師沒有了 主委說 今天都沒辦法 他說 沒有拜託 這個校長 就是這個孩子 也不認識 拜託 說這個老師 給他半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 這半年 給他學習 如果沒辦法 我們才把他放棄 如果有進步 我們繼續過去 說好 那老師也哭得很厲害 那這個孩子 不知道怎麼突然 打鼓 我們老師要求的 他都達到就對了 他叫他背課問 我們很辛苦 也知道我們這樣 你要知道 這個孩子 在這個事業後 是這個事業後 由死以來 磕掉 代代的孩子 沒有一個磕 沒有人要求 結果這個校長 不要磕掉代代 這個孩子 變成磕掉代代 就磕掉 研究所 一般去做教授 所以我們的教教 我們想法 我們可以幫助這個孩子 可以去發展你的錢 不一定 打代代的時候 就一定 他的事業很成功 當然他比較優勢 但是你知道現在社會裡面 拿到這些金牌 以前都是 我們保護 可能比較不會高潔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台灣 基本上 他的教育力量 我們過去 以前 經濟的 事件 就是我們 教育 成功的力 這次 十二年 國教 就是希望 把這個 教育 能夠讓每一個人 能夠 念十二年 然後 奠定基礎 去創造這個未來 所以我們台灣 是不錯 在世代裡面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在現在的社會 到底這個孩子 還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家長 我們老師 是要怎麼幫助這個孩子 來成功 成功 不是說 他一定是 很簡單 是這個孩子 他會在各行各業 找到他的定位 去追求他的夢想 魯寶春也不說 有很多菜 但是魯寶春的麵包 一年可以做幾月 比我做教育的更好 比校長的薪水更好 說實在 他跟世界有名 所以我們要改變 我們的概念 小孩不是跟我說 特色 第一名就是 是他這個人生的過程 他有那基本的 能量 他可以選擇他的未來 是創作他的未來 是比較重要 在座各位 你加點 你不一定比百人 賺到幾次 但是你有主席想說 我生我過得快樂 我人生過得快樂 我又告訴我 像郭台銘 每天幾千月以後 本來每天 有幾天也很長 一天不開工 可能是 他負責 幾六萬人的生活 你看看 超過十萬人以上 陪在他的肩膀 你也不用看 你可能是在比他更快 雖然你是吃一個肉 但是他可能連吃八丈的機會 所以 人的價值觀 也不能用物質來看 當然物質比比較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人 你自己認定 如果生活更好 你可以問心不愧 快樂過日子 這是最大的 今天用這個主題說 我們要和現在 這個新興人類 我的意思就是說 社會在變 這個 環境在變 永遠能追求心 手機出來 以前是很大機 現在越來越小機 現在越來越小機 就有iPhone 其實有的 在座的爸爸媽媽都是 是說你的孩子又小 如果國中和國中 都叫小孩子 手在那裡 你如果看到 我們這樣大人 用的都是 最簡單的 就能吃 能聽 能靠 如果小孩子 低頭子 每天就在那裡 因為這個手機裡面 一定有電腦的功能 永遠在追求心 所以我們要如何 追求心才的小孩子做 社會 要如何學習 在想著 孩子在生長的 過程 立法要跟他們說 有事 可能我們的地球 法律家 起碼 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生活經驗 我們會了解 所以我今天 用這個題目 和各位分享 立立立法 你看我們的社會 立立斷裂是意思 人家說現在社會是混混社會 斷裂就是 以前我們學校在外 就是 抵義 仁慈 以前我們 對中和會 都很均衡 套孫 是我們 擺散 社會 但是你現在社會看到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最重要 就是要建立 這個斷裂的時代 我們的價值 關聯 我們要重新去建立 什麼新的價值觀 你現在說 要大得利 孩子不一定聽不懂 所以要重新改變 建定 說 現在社會 你要建立 什麼 什麼 你的觀念是什麼 要重新建立 第二 你看 現在零碎是什麼 現在以前老師是知識唯一之言 老師教我 學生 老師教我 都崇拜老師 老師是知識唯一之言 現在 老師教的 你怎麼在網路侵害 那就有了 對 媒體也有 洪宅也有 知識的來源 已經是多元了 老師的 知識的威脅已經 降落了 所以他可以拿著提醒 但是他拿著提醒 都是怎樣 很零碎 那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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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知識可能很廣 但是沒有輕度 知其然 不知所謂 他沒辦法改選 外念是什麼 他就知道 他就不知道 他有一個平面的知識 所以都知識零碎 他早上每次都要有輕度 也要改選 現在今天是知道就好了 他也不一定 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我沒有要 和他無關 所以這時候 有哪一種好處 還是一種危機 以前我們社會 說起來 生活大家都很濃縮 就是 這班特色大家都 不在問什麼 原住民 也不在問說 你外省的 客家 你是原住民 你是外省的 外省的 我們台灣人 外省的 外省的 外省 社會 就有什麼意見 社會 和蓋截團體 也成立 都很多意見 這是社會的現象 你就要面對 你也不能說 我 不想這樣 像我 你不想這樣 你不想這樣 成立 社會 你要去接受 這個現實 所以 我們到達到 也要 培養一個 孩子去 心想 不一樣的意見 也有一番 氣度去包容 別人的想法 你可以選擇自己的 我們採很多 自助餐不太多 你如果搶到愛 你不要說 這敗 這敗 這也是一種社會的現象 你看 吊詭 吊詭 以前 我們說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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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越大 就是我們學習的開幕 宗教人愛 生意和平 這人就是 我們愛學習的 就是 這個人 我們比算出來 這個學生 這個 哇 他講話 今天講話 明天他講話 後來講 主持人家 我們的領袖 以前是 很崇敬 我們的領袖 也要做這樣 做這樣 我們今天 要認同 要學習 是要跟他爽 學習 要跟他爽 要跟他爽 學習 各位 模糊 所以 我們就要 不用他說 也是要有 四輝三二 價值的 研究能力 去選擇 好的 我們這裡認同 壞的也是沒有認同 我們人也不說完美的 沒有一些好的 好的 我們學習 壞的 我們也不去做 這也是要教你們 所以說 現在 社會 充滿了質疑 你說歐洲 私事 我們現在也 台灣也是這樣 每天補助看的 就是麵包 還賺兩塊 另外 他說 一些產品還賺 每天有私事的現象 這些現象 充滿了 但是 這個 這個時代 以前 很生的時代 不一樣 它就是有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 我們就是 我們在這裡 生活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我們的孩子在這裡 生活 這個混亂的現象 我們要從混亂去學習 它有適應 發展的能力 不是這個批評現在的現象 我們無法改變 社會的現象是 累積而成的 我們無法改變 但是 是個人無法改變 但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父母 老師 要讓孩子了解 在這樣的環境 我們要怎麼去考慮 要怎麼去追求我們的未來 因為它存在 它已經存在了 電比較貴 東西比較貴 我們要怎麼生活 我們也要生活 我們要重新思考 然後這個改變新制模式 只是要重新改變 我們要怎麼去 面對這個問題 處理這個問題 讓我們也能夠過得快樂 不可以用過期的方法 現在大家都說過期的方法 不通 所以這個要大家說 第二 現在都說學習革命 就是說 以前 夠用 以老師為主 現在 我們大家 現在是以學生為主 你做爸爸媽媽也要了解 學生為主 是什麼意思 第一 就是要去發展每一個人的權利 就是說 孩子 各有他的信項 有的人 讀書很好 我們以前讀書的人 就是很聰明 但是 人的智慧能力 現在是順 文字 被 被救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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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問題 解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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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幾千 你看 張小燕 張小燕 他剛剛 老公而已 反應快而已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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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不是唯一的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第三就是我們要有給他成功的機會 我們教育的時候,孩子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愛做 我們提供給他機會,他有成功,他就有信心 有成功,他就會更上一層樓 成功,變成說,我就爬到一樓,爬起來 我還可以爬二樓,爬三樓 一戰一戰爬 成功的機會,不一觸即逞 是要用他的信心,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們做家庭的人,不可以期望我 我小孩就變成這樣,你會記住 但是你沒有給他,打第一戰的時候 你一口有可能 就跳到第一樓 那就是電影裡面比較有 以前那輕功,對不對 我們沒有輕功 你如果有輕功,你也幫你學 我也希望這次過你十樓 這就是我們要想 大家小孩要給他成功的機會 所以說,收收的成功就是累積的信心 累積的信心 他今天做什麼事情,他覺得做得好 跟你分享,你說啊,很好,高雷 你有在這裡加點一個,沒用一個 沒有,我知道 沒猜說他這樣可能 兩三天,成功要跟你 跟媽媽說一下,跟爸爸說 我沒用了,不要吵了 他的成功,他的信心 一個就不得了 你不要看好,我們生活中 有時候是 你的不在意之下 也不是有心之下 他可能就會浪取你的孩子 他有成功的可能性 就會緩慢 甚至於消失 我們要自己 都要了解 但是就是說 現在的高雷民傳遞知識的人 就是要好好學生 要怎麼學生的方法 你做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要怎麼解決的 所以解決的事情是 爸爸媽媽在那裡小孩就好 你回到這個事情,你要怎麼解決 我爸爸 有主席,你回去說 現在電話這麼多了 你有什麼節電的方法 你們學生還說 我要怎麼解決 解決 你這麼好啊 你這個工具要你做 我們如果解決 我們家的解決 很難做 你很難 孩子就開始了 在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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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我們家長 這事情就是答案嘛 都沒有學生的規定 給他記憶、給他答案 不是夠用的方法 是要讓他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說 他這個解決問題 對小孩就帶到大孩 甚至於到我們這個年齡 他能夠很純熟 現在世界都是在背後 孩子有學生的能力 不是背後補給理性 他說背後補給理性 是固定的 科學長也是這樣 背後補給理性 人家出一個地方不一樣 你聽不懂 所以現在 現在搞得不一樣 創造 我們有什麼機會去創造 機會 你有什麼問題去跟孩子 不要單純他不懂 有時候小孩子在想像 可能有時候噴出來那個點子 剛好是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的環境 如果有學習的機會 我們也有時候說家庭 我們帶來三個小孩 做回去創造 做回去創造 這也是一種有利的學習 他會學習到說 我們的家庭是關心的 爸爸媽媽是關心我們 不然以前都說 我沒用了 不然你自己去創造 錢可以給他 錢可以給他 改革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感受溫暖 沒有感受說我們兩個人在吃飯 他在那裡有主事 在那裡還要去 還要打 沒關係 本來我們就是 小孩子 對嗎 也是我們打大 我只想要做到 我剛才在今生 民會 選的都選擇 你過去 再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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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學習是學做 以前都單獨 現在學習 是要大家做一個努力的 我們的社會是作為努力的 以前都單打獨鬥 不行 我們有單打獨鬥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學做一個精神 我們就沒辦法 這個團隊就沒辦法容許力了 所以要有能力還要跟人家合作 在家庭一樣 我們家庭都會想說 你好好工作 剩下都不要做 他學到的好好工作 剩下都不會 不可以 你要說我們家庭 爸爸媽媽去賺錢 家庭每天都要分 你小一點分一點 不然你的政策就把桌面切成這樣 桌面是很簡單的 在廟名就對了 就是要培養二股間 這個工作是怎樣 這個工作是怎樣 大家保障體能 大家工作 爸爸媽媽也在工作 做行為很辛苦 你都說你沒做 要好好工作就好 其實那個貴文精 但是那個貴文精 會不會讓他負責 他的認同說 我們是家庭 所有的成員 我們也應該負一點責任 謝謝 這是要這樣學生起來 我們過去會到 就你好好工作 對啊 上天心 來科技一般 他怎麼不想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們知識是逐漸建構 一個累積的 我們說他有的贏家在北 撤車現在是不只學校而已 他在那邊鏡電腦就要撤車了 什麼時間也來撤車了 什麼時間也在學校 以前我們是來學校 現在是無所不在的學習 什麼時間也在學校 你今天如果有心 你去到那裡都學校的記 學校的記 你去到那裡也是學校的 人在講話 他們兩個在修正 這是什麼問題 如果我 我不會這樣 那就是什麼 無所不在 只要你生活中 你精足在學習 學習也不只看 結果 過程也要去看 所以 但是相當的就是 買一個人要成長 是對話共學 美國 最有名的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也是說 老師 也算是 學習的夥伴 你的孩子雖然是說 比較 比較密 但是 你的孩子生活很多 爸爸媽媽也是學習的夥伴 雖然我們想的 他們說的也很天真 天真裡面 可能有些發明家 就說 天真的想法 可能是 所以 我們是跟他們說 學習夥伴 所以學習革命在家庭 也好就是 老師 我們人 大人 除了傳遞知識 但是 也要跟孩子一起學習 學習中 我們要好好 如果有主持人 一個時間 我們在做 心裡 好 如果想好 不合作 所以 正合一個過程 是一個 共學的立場 這個很重要 我們下一題 好 我們未來 我們希望 我們的孩子 怎麼樣 很簡單 希望我們的孩子 我剛才說 是一個有貧德的人 他知道 好孫 知道 尊敬中部 誠職 講性意 這是我們基本的 概念 我們現在不能說 理義列子 基本誠職 誠聖政治 是我們做人的理念 所以我 那時候 小時候 我跟我們女兒子 說 我都沒有人